从昨天开始,今年形成最高潮,台北火车站又如同往年过年一样的造成了拥挤的场面,到处都是回家过节住家,危机不见的人,预计明天还要更拥挤。 虽然买一张票非常的难,但是在警卫跟火车站人员的维持秩序之下,秩序还是算不错,大家都耐心的台北买票。 从明天开始,连续三天的假期,正是一个比较长的假日,买票的人,上火车的人都充满了兴奋,因为要回家过中秋节了。 而且大部分的旅客手里面都集着礼物,月饼,准备回家过一个愉快美满的中秋节。